常常我傳來一個笑話說我們跟豬到九龍一樣 尤其比豬肉不如它吃過噴湯的油我們也是要再拿來吃 南島管議員五個槍是用一段小月來消卿現在黑身油的事件 問題油品是要吃出包 五個槍議員在今天南島管議會定議會一開始 就馬上來自尊關府衛生局的企業總控 官府衛生局局長黃昭朗標示在第一波的黑身油市場 就馬上動完所有人留在專館店開客家 請坐包括隔壁、餐飲以及平安地區頂三千多元的額者 第一次積查的時候我們積查了三千多家的包包餐飲店、烘焙店 還有零售的業者我們全部都清查 黃昭朗標示在這處頂薪、正義、紅包、不花了後 官來很多壓制、在開車進場 第一時間就都正常使用到問題油品的產品落下 很多的民眾他們還有業者他們都已經有警覺性的 所以第二次我們去記查的結果 民眾我們到了現場的時候他們說 我們都已經都下架了 當這處黑身油、紅包當中 南橋油品也技術有藍鎮壓用的油 對處官府衛生局局 現在已經掌握海油穿上的名單 等待衛生後離保的經驗出來 一旦有問題就會馬上進行掛紮 那因為南橋油品的部分 衛福部還一直在做最後的一個切認 所以還沒有 雖然他已經把一下的名單給我們 但是還沒有切認之前 我們還是在等到衛福部做最後那一批油品 是不是有問題 除了油的問題是讓大家都相當驚訝 官府衛生局 兼顧外 將對加水渣的水截 以及保存水的品質進行投壓 結果投壓五十九驚當中 五十三驚不符合規定 官府衛生局表示 已經要求亞洲停止賣水 當時 第二次的驚嚴報告 也將人後禮拜就能出來 繼續出貨 開探訪報道